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我想给大家布置一个算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练习 之前我们一直是布置的这样一些比较简单的思考题 那么这些思考题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对手学的知识点有一个更好的掌握 那么我们本节课来读这一个小的一个程序 好,那么在我们这节课的课程的最开始的时候 我一直和反复的给大家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Python是最适合用来解决问题的一个语言 好,为什么又一次的强调了Python这样的一个解决问题的特征呢 因为在很多学习Python的同学看来 编写代码几乎就等同于在编写这样的一个外部应酬 我们一说起编冲来 然后我们谈论的首先是什么 首先就是Flask,Jungo等等这样的一些外部开发框架 然后我们所最熟悉的和经常讨论的 也是这样的一个外部方面的技术 比如说API,REST,LIN牌等等这样的 还有我们的前端JavaScript等等 但是我要说的是编程并不就等同于编写外部应酬程序 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思路给打开 不要仅仅是局限于在这个外部的世界里 我们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Python非常适合来满足我们的一些好奇心 我们用Python可以去解决和探索一些我们目前未知的一些问题 好,那么我们这节课就通过编写一个应用程序 来看看Python是如何解决我们的问题的 好,那么这个问题是我从一个游戏里面给大家提炼出来 好,那么我知道很多同学也很喜欢玩游戏 但是大家在玩游戏的同时有没有考虑过 其实在设计游戏游戏的时候 游戏本身它的里面也有很多个值得我们去探究和研究的问题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每一个游戏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个经济系统 这个经济系统可以说和我们现实来说的话 肯定是没有我们现实世界里面的经济系统这么复杂 但是它可以说是一个现实世界经济系统的一个雏形 或者是说是一个圆形 那么我们作为经济体上面的一个活动者来说的话 我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我购买一个东西是否划算 这个东西是我自己来合成或者是制作要更加划算 还是我直接从其他的网站那里购买的划算 好,那么我们本节课就通过编写一个应用程序 来帮助我们分析和决策 购买一个东西到底划不划算 好,那么为了略微的加大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编程的难度 我选取的这个问题 它要参考或者是说我们要计算的这样一个因素和条件 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说是完全的去考虑这个游戏里面的各方面的因素的话 确实是很难以去把它给编写出来 需要更多的这样一个数学和统计方面的知识 但是我把这个问题也做了适当的进化 让大家能够运用现在所学习的知识来分析和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帮助我们做出合理和适当的决策 好,在我们写代码帮助我们去分析决策之前 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的背景要有一定的认识 这个放到我们的现实世界里面来说 就是你要了解需求 好,那么这里我顺便说一下需求 需求这个东西在很多同学看来 就是你明确,你产品经理明确的告诉我 我要做什么就可以了 但是我认为对于一个需求来说的话 它还有很大的一块是什么 这块就是你需要了解你的这个项目的一些背景的知识 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我本来开始是没有打算拿游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来给大家出题目 但是我想了很久 我确实没有找到一个比从游戏里面抽出来的一个问题要更加合适的 因为游戏本身来讲的话 它已经忽略了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因素 建立了一个理想的一个旅行机制 因为如果说这个东西要考虑现实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条件的话 目前来说的话 大家可能很难完成这样的一个决策 所以说从游戏里面拿出来这样一个事例 因为它本身就已经被去掉了一些复杂的因素 所以说比较适合我们大家现在来做这个练习 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问题的一些背景知识 好,那么在游戏里面有一个五行石的系统 好,那么这个五行石它大家也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五行石分为一级、两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七级、八级 总共有八级的这样的一个五行石 第一排最左边的是一级 然后第二排最右边的这边是八级 好,那么这个五行石怎么来呢 主要有两种途径 对于一个玩家来说 第一种途径是自己来合成石头 第二种途径是从其他玩家那里购买 我们暂时忽略其他的一些来源只考虑这两种来源 好,那么对于自己合成来讲的话 我们只能通过从NPC 也就是从我们系统的商人那里购买一级石头 而不能够从商人那里直接去购买我们的六级或者是七级、八级石头 那么换句话来说的话 如果我们想自己合成的话 我们需要购买大量的一级石头 最终通过一定的转化得到我们要的高级别的石头 这个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合成的规则 好,那么另外的一个途径就非常简单了 和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去商店里面去买棒棒糖 是一样的道理 你只需要消耗一定的金币 从其他玩家那里购直接购买 你想要的级别的石头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要探究和分析决策的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是自己合成这样的一个石头划算一些 更便宜一些 还是说直接从其他的玩家那里购买这样的一个石头 要划算一些 好,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每一个经济系统都有它的一个市场货币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问题或者是说游戏里面 它的市场货币是被称为金的这样的一个 好,如果大家不能够很好理解金的这个概念 那么大家就把它想成是这样一个人民币就好了 你去想杂货店里面去买这样一个棒棒糖的时候 别人给你棒棒糖,你要给别人什么 你当然要给别人钱对不对 好,那么这个背景知识我们介绍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重点要看什么 我们重点要看的是五行石的一个合成规则 就是一级怎么去合成二级 二级怎么去合成三级 三级怎么去合成六级 六级怎么去合成八级 我们要来看这样的一个规则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 在五行石的这样一个合成的过程中 除了需要消耗这样一个金之外 还需要消耗一些其他的哪些因素 如果说只需要消耗金的话 我觉得这个计算实在是太简单了 因为我们考虑的因素越简单 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就越简单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合成的过程中 除了需要消耗金之外 还需要消耗一种叫钻石的东西 好,那么除了需要消耗钻石之外 还需要消耗一种东西叫做体力 也就是说五行石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合成的过程中 需要消耗金、钻石和体力三种东西 好,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继续看具体的规则 好,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合成规则和顺序 是我通过分析之后帮大家做了这样一个简化的 真正的这样一个问题的话 如果你是自己去探究的话 还是需要费一番功夫的 所以说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我总结的这样的一个合成 第一个我们现在的目的是要得到六级五行石 这一点大家记住 我们要得到的是六级五行石 那么按照我们之前的这样一个说法的话 要做这样一个石头合成 你需要购买大量的一级石头 好,所以说购买一级石头需要消耗哪些东西呢? 它需要消耗金和钻石 这一点是大家要知道的 这个购买不是像这个玩家购买 而是像我们系统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各种杂货上去购买 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就是我们得到了一级五行石之后 我们需要首先把一级五行石合成三级五行石 除了消耗金之外还需要消耗体力 然后还需要消耗什么呢? 当然是消耗一级五行石 好,换句话来说 就是三级五行石是有很多个一级五行石合成的 所以说它还需要消耗这样一个一级五行石 除此之外在合成的过程中还需要消耗金和体力 好,那么我们拿到三级五行石之后 我们还需要把三级五行石合成四级五行石 然后最后再通过四级五行石合成六级五行石 那么三级和四级的过程中 还一样需要消耗一级五行石金和体力 好 那么这里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点了 点在什么地方? 三级合成四级它是有一定概率的 并不是说三级合成四级是100%能够合成的 好,然后最后我们拿到四级石头之后 可以在最终合成六级的石头了 那么合成六级的石头的过程中 同样是需要消耗金、体力和四级五行石 好,那么在整个的这样一个合成过程中 其实写的是比较多 但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一级合三级,三级合四级,四级再合六级 但是有两个点是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一级和石头合成三级石头 我这里面先提醒一下大家 一级和三级消耗的是一级的五行石 三级和四级也是消耗的一级五行石 同时三级和四级的这样一个合成的话 是具有一定概率的 这个概率的数量是多少 等会让我再告诉大家 好,最后四级合成六级的石头 全部都是用的是四级石头 而且概率是100%的 不需要再考虑概率了 好,那么这个是合成的一个基本规则 好,然后我们到我们的VS Code里面来看一下 消耗每一级石头合成 它具体消耗多少金,消耗多少体力 还有它的一些市场的货币之间的一些转化规则 最后我们再给出我们最终的一个问题 让大家来决策分析 好,那么如果我们要来计算和分析决策 我们就必须要知道数据 好,这里就是我给大家的一系列的数据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里用这样的一个多行注释 把它分隔开了 这样大家看得更加清楚的 首先第一个过程是我们需要购买一级石头 好,那么购买一级石头的数据是这样的 一颗一级石头需要消耗0.75斤 好,这里有注释 那么购买一级石头除了需要消耗这个斤之外 还需要消耗8颗钻石 好,接着是拿一级石头合成三级的过程 好,大家注意看L1 to L3 这样的一个变量是12 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一颗一级石头 如果你想把它变成三级石头 那么你需要用这样的一个一级石头 加上另外的12颗一级石头 最终才能合成一个三级的石头 好,那么在这个合成的过程中 需要消耗0.39斤 同时还需要消耗10点的体力 好,接着是三级合成四级的这样的一个消耗规则 好,那么三级合成四级是拿一颗三级石头和16个一级石头 最终合成一个四级石头 好,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三级合成四级并不是说用17个三级石头 而是一颗三级石头加上16个一级石头 好,那么在这个合成的过程中 需要消耗0.89斤 同时需要消耗10点体力 除此之外 三级合成四级由于我们用的是一级石头 所以说它是有一定概率的去生成这样一个四级石头的 那么这个概率只有成功和失败 那么如果成功的话,那么就OK 没有什么问题 该扣除的这样的一些精还有体力都会被扣除 那么我们看一下主要是失败 如果失败了之后,这里有一个规则 你所消耗的精还有这样的一个你所用于合成的16个一级石头 都会被系统扣除 但是体力是不会扣除的 好,这个是成功和失败的区别 好,那么成功的概率是多少 成功的概率是小于50%的 那么成功的概率只有0.4878 也就是48.78% 并不是100%的 好,最后我们再拿四级去合成六级 好,那么四级合成六级的规则是 需要用一颗四级石头 还有12颗四级石头 总共是13颗四级的石头 才能合成一个六级石头 四级合成六级的规则非常简单 没有这样一个概率的问题 在整个过程中同样需要消耗10点体力 同时需要消耗19.75斤 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把一级石头追踪 变成六级石头的整个的过程 和它所需要消耗的一个成本 好,最后我们来提出我们的问题 以至一颗六级石头 如果我们直接购买的话 它的成本是750斤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 是自己通过以上这样的一些规则 来合成石头要划算 还是我们直接花750斤去购买这个石头 要更加划算 好,那么这里还需要跟大家补充其他的两个数据 就是一颗钻石它的价值是多少 钻石在哪里出现 在我们购买一级石头的时候 会消耗这样一个钻石对不对 好,那么一颗钻石呢 如果它和金做这样一个换算的话 将换算成0.05斤 好,那么还有体力和金的一个换算 如果我不给出这个数据 其实是很难以衡量的 必须给出这样的一些其他的因素 和金的这样一个换算 一点体力可以置换成一斤 好,那么问题还有问题相关的数据 我们都已经给出了 那么请大家编写一个passing程序 来决策出到底是自己合成石头黄色 还是直接购买石头黄色 好,我希望大家能够计算出具体的这样一个数值 而不是靠猜 因为只有数据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好,那么关于应用程序的答案 短时间之内我是不会公布的 这是因为我也没有编写这个应用程序 我也是需要去思考动手来编写的 好,那么最终的这样一个答案 我将这个课程录制完成之后 再来出时间来编写 然后再和大家公布这样一个答案 好的,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